以赛亚书第九章 得到荣耀 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 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印之地的人 有光照耀他们 你使这国民繁多 加增他们的喜乐 他们在你面前欢喜 好像收割的欢喜 像人分卤物那样的快乐 因为他们所付的重恶 和尖头上的账 并欺压他们人的棍 你都已经折断 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 战时在乱纱之间 所穿戴的盔甲 并那滚在血中的衣服 都必作为可烧的 当作火柴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 有一子赐给我们 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 他名称为奇妙侧氏 全能的神 永在的父 和平的君 他的政权与平安 必加增无穷 他必在大魏的宝座上 治理他的国 以公平公义 使国坚定稳固 从今直到永远 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 必成就这事 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 落于以色列家 这众百姓 就是以法连和撒玛利亚的居民 都要知道 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 专强塌了 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 桑树砍了 我们却要换香薄树 因此 耶和华要高举力训的敌人 来攻击以色列 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 东有亚兰人 西有非力士人 他们张口要吞吃以色列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 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 因此 耶和华一日之间 必从以色列中 剑除头与尾 宗旨与尾尾 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 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 因为引导着百姓的 使他们走错了路 被引导的都必败亡 所以 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 也不连续他们的孤儿寡妇 因为个人是亵渎的 是行恶的 并且个人的寇都说愚妄的话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邪恶像火焚烧 烧灭荆棘和吉利 在稠密的树林中找起来 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 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 地都烧变 百姓成为火柴 无人怜爱弟兄 有人右边抢夺 仍受饥饿 左边吞吃仍不饱足 个人吃自己绑壁上的肉 马拿西吞吃伊法莲 伊法莲吞吃马拿西 又一同攻击犹大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第十章 火灾 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 和记录奸诈之叛语的 为要驱往穷乏人 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 以寡妇当作鲁物 以孤儿当作略物 到降伐的日子 有灾祸从原方临到 那时你们怎样行呢 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 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 他们只得屈身 在被掳的人以下 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 虽然如此 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 他的手仍身不缩 亚树是我怒气的棍 手中拿我恼恨的杖 我要打发他 攻击亵渎的国民 吩咐他 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 抢财为卢物 夺货为略物 将他们践踏 像街上的泥土一样 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 他心也不这样打算 他心里倒想毁灭 捡出不少的国 他说 我的臣仿 岂不都是王吗 加勒诺岂不像加基米施吗 哈玛岂不像亚尔拔吗 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瑟吗 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 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 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 主在西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 主说 我必伐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 因为他说 我所成就的事 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 我本有聪明 我挪一列国的地界 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 并且我像勇士 使坐宝座的姜维碑 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 好像人够到鸟窝 我也得了权地 好像人拾起所弃的雀弹 没有动翅膀的 没有张嘴的 也没有鸣叫的 斧 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 锯 岂可像用锯的自打呢 好比棍 抡起那举棍的 好比杖举起那飞幕的人 因此 主万军之耶和华 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 便为瘦弱 在他的荣华之下 必有火着起 如同焚烧一样 以色列的光必如火 他的圣者 必如火焰 在一日之间 将亚述王的荆棘和麒麟 焚烧净净 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 好像拿军旗的昏过去一样 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 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树 到那日 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 不再倚靠那击打他们的 却要诚实倚靠耶和华 以色列的圣者 所剩下的 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 必归回全能的神 以色列啊 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 我有剩下的归回 原来灭绝的事已定 必有公义施行 如水涨意 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 在全地之中 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 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 如此说 祝西安我的百姓啊 亚树王虽然用棍籍打你 又照埃及的样子 举仗攻击你 你却不要怕他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 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 使他灭亡 万军之耶和华 要兴起边来攻击他 好像在恶立磐石那里 杀戮米甸人一样 耶和华的杖 要向海深处 把杖举起 像在埃及一样 到那日 亚树王的重担 必离开你的尖头 他的恶 必离开你的景象 那恶 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成端 亚树王来到雅叶 经过米基伦 在密抹安放自重 他们过了爱口 在加巴住宿 拉马人战惊 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 加林的居民啊 要高声呼喊 莱萨人啊 须听 爱在困苦的亚拿图啊 马德米那人躲避 鸡饼的居民逃遁 当那日 亚树王要在挪搏歇兵 向西安女子的山 就是耶路撒冷的山 抡手攻他 看啊 主万军之耶和华 以惊吓消去树枝 长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发倒 稠密的树林 他要用铁器砍下 利巴嫩的树木 必被大能者发倒 第十一章 从耶稀的本 必发一条 从他根生的枝子 必结果实 耶和华的灵 必住在他身上 就是使他有智慧 和聪明的灵 谋略和能力的灵 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 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 行审判 不凭眼见 断是非 也不凭耳闻 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 以正直判断 世上的谦卑人 以口中的仗 击打世界 以嘴里的气 杀戮恶人 公义 必当他的腰带 信实 必当他斜下的带子 豺狼 必与绵羊羔同居 豹子 与山羊羔同卧 少壮狮子 与牛犊 并肥畜同群 小孩子 要牵引他们 牛 必与熊同食 牛犊 必与小熊同卧 狮子 必吃草 与牛一样 吃奶的孩子 必玩耍在 毁舌的洞口 断奶的婴儿 必按手 躲在毒蛇的血上 在我圣山的便处 这一切都不伤人 不害物 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 充满洋海一般 到那日 耶稀的根 立作万民的大旗 外邦人 必寻求他 他安息之所 大有荣耀 当那日 主必二次伸手 救回自己 百姓中所余生了 就是在 亚树 埃及 巴特罗 古石 以兰 士拿 哈马 并中海岛 所剩下的 他必向列国 树立大旗 召回以色列 被赶散的人 又从地的四方 聚集分散的 尤大人 以法连的极度 就必消散 扰害尤大的 必被剪除 以法连 必不极度尤大 尤大也不 扰害以法连 他们要向西非 铺在 非力士人的 尖头上 一同掳掠 东方人 伸手按住 以东和摩押 雅门人 也必顺服他们 耶和华 必使埃及海叉枯 枯干 伦手 用爆热的风 使大河 分为七条 令人过去 不知失教 为主 余圣的百姓 就是从 雅树 剩下回来的 必有一条大道 如当日 以色列从埃及地 上来一样 第十二章 到那日 你必说 耶和华 我要称谢你 因为你虽然向我 发怒 你的怒气 却已转消 你又安慰了我 看哪 神是我的拯救 我要倚靠他 并不惧怕 因为主耶和华 是我的力量 是我的师哥 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所以 你们必从 救恩的泉源 欢然取水 在那日 你们要说 当称谢耶和华 求告他的名 将他所行地 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 已被尊崇 你们要向 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 甚是美好 但愿这事 谱传天下 西安的居民啊 当扬声欢呼 因为在你们中间的 以色列圣者 奈为至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